文教消息 何必背影国室邀请到广大文教基金会 米乐围殿的电缆 好好利用机会设计艺术创造的课程 而且安排学生来担心 这无缘卫作的图案解释完 让学生对国室开始就来背影 艺术的含用 不可以实施面位 也认识到如何跟大家来介绍这百位 艺术文化的含用 需要很长时间背影 何必背影国室 能作学生更清静的艺术 背影成多美丹的环境 正处到广大文教基金会 鱿鱼艺米乐顺毁得点的机会 让学生设计艺术 也认识都能解释的领域 在看到他所画的树云 都相当具有蓬松感 一辆大本车和成群的农场工人们 欢迎热闹的景象 不由的让人感受到一股重敬之情 画作麦子翻飞 石成土飘洋 画得非常逼真 令人看得人不住想打翻听 米乐特展活动最主要从事先 艺术与人文领域这些老师 从解说画作开始 接下来进了到画作的仿作 然后像我们今天在米乐特展的活动过程当中 很谢谢这些小小解说员 为每一位来宾去利用短短的40秒的时间 去解说这些精彩的这些画作 然后从过程当中相信居民还有这些师生 应该都对于这种美的东西 都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体会跟认识 哈显改设画作的丁限度稳定的台风 画作的創作背景和欣赏的重点 也都介绍得很清楚 后面就是相当的额乐 很厉害啊 安好啊 很棒啊 继续加油 他们都 每个人都讲得很清楚 解释得很清楚 小朋友的那个台风训练都非常的好 那他解说的也非常的详细 然后觉得学校对小朋友训练 真的是非常多彩多艺多样化 过程是人家的发展和习惯 拥想很重要的改端 家宿文化的毫用 竟然是需要好好跟家庭 做回来关心 到转什么台湾七和米 彩虹博德